最后一个作品在一个舞台上 一看这种赛制 我们五个黑帕肯定会在一起跳 我和Semi负责编排黑帕 就是黑帕起舞的部分 所以然后婴儿姐就是想想法 各个方面的都有 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这些天我想一下 我应该有一个半月没有回家了 我特别想念武汉的小龙虾 然后我想说这个舞台 绝对不是我停下的一个舞台 将来我一定会让每个人都看到 我能走得更远 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帮助挺大的 我对跳舞的一直以来的理解 到现在我觉得 真的还有很长的舞妖走 如果你的东西被大家都认可 可能它是一个没有太多深度的东西 因为所有人都能理解 但是如果你又很有深度的话 可能只有一点点人能理解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难的是 你又有深度 对 我觉得这是难的地方 是我欠缺的地方 我觉得我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我应有的实力 但是我觉得我以后就像我今天在台上说的 我觉得这个舞台一定不会让我停下来 哪怕我站到加斯蒂布总决赛的那个舞台上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这就是我该停下来的地方 从来没有过 哪怕我离开了这个比赛 但是我还是会一直跳舞的 而且会越来越狠的就是 我有好多次代表中国出去比赛 但是我想成为中国女版的黄金星 女版的亮亮 然后还有自己